就是文字区 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有点像 在VB里面 你把那个Martin Lai 就是多行把它选取 就是可以让它Martin Lai就可以了 那相关的属性跟方法 其实跟那个TestField的那个类似 差别的部分就是说呢 这个文字区域的大小 那宣告的方式大概也大同小异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宣告一个 那你这个地方因为预设值 如果说假设说你不需要给它的话 你就直接 你直接在宣告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宣告 也就是我今天宣告的方式 你可以分两行式 那你也可以一行式 这边是故意 我想你可以直接 也可以把这一行 直接把这一行 放到这边来 也是OK的 因为这是两行式宣告 这边可能故意这样写 然后底下也是一样 就是说呢 我们Lail的部分 把它重新排列 那加上去 大小的部分可以调整 那秀出来就像这样子 这一题会比较单纯一点 比较单纯 你就加一个TestError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最后要提到有关于板面配置跟管理 板面配置跟管理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预设值是有一个板面 我们要把这个Lail Lailout把它取消掉的话呢 就是刮弧 给它一个参数 是Nur Nur就是不传东西进去 但是在这里 这个AWT它提供一个 所谓的板面配置 这个板面配置呢 有点类似像是 在那个 很多软体里面 都有自动帮你排列的方式 自动帮你排列 那这里的话 比较常用的就是这四个 1 2 3 4 这个BolderLail就是说 我排列的方式分成 五个区域 分别就是 叫上下左右中 那它有个顺序 排列如果说你今天利用这个方式来排序的话 它就是1 2 3 4 5 它会这样帮你排 也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那这个Car就是说 有点像是图层的概念 图层有吗 一层一层的图层概念的排列方式 那Flow就是说 有点像流水的 流水就是这样往左 就是你可能要往 1 2 3 4 5 6 7 8 这样一直排下去 流水号的方式 另外Greed Greed就是表格的方式 你可以用照表格的方式来排列 那这几种方式 都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排列 你上面的这一些元件 这些元件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你们先再把这一个 Ari 这个部分 把它完成 就是这样分成 我们先去 我们先装